那么好的 那么今天还有一件事件呢 也引起了这个目前持续紧张中日关系呢 向进一步紧张的方向发展 那就是中国的一架飞机 进入了日本主张的领空范围 引起日本军机呢紧急升空戒备 那么小玉 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 这个今天上午 日本时间今天上午 这个日本海上团军直落舰 在钓鱼岛海域 发现了中国国家海洋局的一架飞机 那么日本巡逻舰立即发出警告说 不要侵犯日本领空 但是飞机回应说 我们是在自己国家的领空 这个在日本主张的领空 发现中国飞机呢 这是日本有记录以来 40多年以来的首次 引起了日本极大的震惊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 立即紧急启动了战机飞往现场 不过迪达现场时 中国飞机已经离开 日本政府也立即表态 对这一事件表示遗憾 同时呢通过这个外交渠道 向中国提出了抗计 那么针对这一动向 日本有分析认为呢 这是具有很明显意图的 是要把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活动 进一步升级 同时呢 还有观察家认为呢 这个朝鲜发射火箭 以及中国在钓鱼岛的一些动向呢 可能对即将举行的 日本众议院选举呢 产生微妙的影响 那么朝鲜的动向和中国的动向呢 都成为各政党在外交 安保政策的一个议论焦点 那么多家的 日本多家的这个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主张强化安保体制 来应对中国和朝鲜政策的 自民党呢 目前占据优势 齐波 好的 谢谢美国之音 特约记者小玉 在东京的连线报道 谢谢观看